机械工程是一门工程学科 专注于设计、开发、制造和维护机械装置和系统 它涉及各种机械、结构、材料、流体、热力学和控制系统等领域 并且应用于许多不同的行业 例如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制造、医疗保健等等 在大学中 机械工程通常是一个四年制的学位课程 必修的主科包括以下内容 工程数学 这是机械工程师必须掌握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 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微分方程等数学知识 以及基础的统计学知识 物理学 物理学知识对于机械工程师来说也非常重要 包括力学、动力学、热学等等 材料科学 这个主科主要探讨各种材料的物理、化学、力学性质 以及应用材料的原则和技术 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是机械工程师必须掌握的一门核心学科 包括各种机械零部件、机构和机器的设计原则和技术 热力学 热力学是一门专注于热量、压力和温度等物理量之间的关系的学科 是机械工程中重要的一门学科 流体力学 流体力学是研究液体和气体运动行为的学科 机械工程师在研究各种流体力学问题时需要掌握这门学科 除此之外 机械工程还涉及到控制工程、生产制造、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等 因此机械工程师也需要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控制工程 控制工程是一门专注于设计和分析控制系统的学科 机械工程师需要掌握控制工程的知识来设计各种自动化和控制系统 生产制造 生产制造是一门专注于制造工业产品的学科 机械工程师需要掌握各种生产制造技术和工艺 以确保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和效率 计算机辅助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是一种应用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技术来辅助机械设计的学科 机械工程师需要掌握各种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和技术 此外 机械工程还包括许多选修科目 例如机器人学 汽车工程 航空航天工程 能源工程等等 这些选修科目将根据不同的学校和课程而有所不同 土木工程是一门工程学科 专注于设计 建造和维护基础设施 包括桥梁 道路 隧道 港口 水坝 建筑物等等 土木工程的目标是确保基础设施的安全 可持续和高效运作 在大学中 土木工程通常是一个四年制的学位课程 必修的主科包括以下内容 工程数学 这是土木工程师必须掌握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 包括微积分 线性代数 微分方程等数学知识 以及基础的统计学知识 物理学 物理学知识对于土木工程师来说也非常重要 包括力学 动力学 热学等等 土力学 土力学是研究土壤和岩石的物理和力学性质的学科 土木工程师需要掌握土壤力学和基础工程力学的知识 结构力学 结构力学是研究各种结构的受力和变形特性的学科 土木工程师需要掌握结构力学的原理和应用 以确保设计的结构能够满足强度和稳定性的要求 材料科学 材料科学是研究材料性质的学科 包括各种材料的物理 化学 力学性质 以及材料应用的原则和技术 水文学与水资源工程 水文学是研究地标水和地下水的运动 分布和特性的学科 水资源工程是应用水文学知识设计和管理各种水利工程 如水坝 水电站 水源热崩等 除此之外 土木工程还涉及到交通工程 环境工程 地理信息系统 建筑设计等等 因此土木工程师也需要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土木工程材料 土木工程材料设计各种材料的性质和应用 如混凝土 钢材 木材 玻璃 聚合物等等 在土木工程中 不同材料的使用对于工程的耐久性 核靠性和成本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土木工程制图 土木工程制图是通过绘制操图 平面图 后面图等图纸来展示工程设计方案的技能 这是土木工程师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 土木工程项目管理 土木工程项目管理涉及各种项目计划 预算 进度和资源管理等方面 这是土木工程师必须具备的管理能力 土木工程伦理与法律 土木工程师需要了解有关工程伦理和法律的基本概念和法规 以确保工程的安全和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总之 土木工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需要土木工程师掌握广泛的知识和技能 以设计 建造和维护各种基础设施 确保其安全 可持续和高效运作 材料工程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研究各种材料的结构 性质 加工 制备和应用 材料工程旨在设计 开发和应用各种材料 以满足工业 医疗 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需求 在大学中 材料工程通常是一个四年制的学位课程 必修的主科包括以下内容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科学基础是材料工程的基础学科 包括材料的物理 化学和力学性质 以及各种材料的结构和组成 这些知识对于理解材料性能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材料加工 材料加工是研究各种材料的加工 成型和加工工艺的学科 包括锻造 压力加工 热处理 表面处理等等 这些技术是生产高质量材料和制造高精度零部件的关键 材料测试与表征 材料测试与表征是研究各种材料性能测试和表征技术的学科 包括机械性能测试 热性能测试 电子显微镜等等 这些技术对于材料性能评估和应用具有重要的作用 材料结构与性能 材料结构与性能是研究各种材料结构与性能关系的学科 包括晶体结构 物理性能 化学性能 热性能等等 这些知识对于设计和开发新材料具有重要的作用 材料应用与设计 材料应用与设计是研究各种材料应用和设计原理的学科 包括材料选择 设计原理 材料寿命等等 这些知识对于材料的应用和开发具有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 材料工程还涉及到诸如材料制备技术 纳米材料 光电材料 生物材料 高分子材料 环境材料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 因此材料工程师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和技能 以应对不同领域的材料需求和挑战 材料可持续性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材料的可持续性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因此 大学中的材料工程课程还会涉及到可持续性材料的研究 包括环保材料 再生材料 生物可降解材料等等 材料经济学 材料工程师还需要了解材料的市场价值和成本因素 因此 大学中的材料工程课程还会涉及到材料经济学的研究 包括材料成本分析 供应链管理 市场营销等等 总之 材料工程是一门涵盖广泛的学科 包括材料科学 材料加工 材料测试与表征 材料结构与性能 材料应用与设计 和持续性材料和材料经济学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学习这些知识 学生可以掌握材料工程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 为未来的材料研究 开发和应用打下基础